作詞和曲 李宗盛介紹 作曲 李宗盛介紹 詞和曲 李宗盛介紹 曲 李宗盛介紹 作曲 李宗盛介紹 中國 書法 歷來注重人品與譽式 藝術結合的表現 將 書法 藝術表現 視為內在的人格顯現 但我們一般都會講 我們一般都會講 人格是兩回事啊 那其實我 我的認為 其實中國跟西方的差別就是 中國注重藝術跟人品的結合 然後我們會看到那個 剛才那個俊錡老師他也提過很多 金山君是在那個樣式上的變化 所以在我們可以感受到他的傳模意識的部位 其實他是保有狠有的自我創詞意識的 那像他這個部分 比如說他這個買雲朵的部分就還會光滑 他在衣服上的這些也都各有變化 這件作品這三件作品他主要有一個比較 用比較共性的手法來表現手足跟面部 然後用比較戰斗的女法來詮釋 以者飄逸之感 注重體調的韻律樂感 這個部分在金山君是在表現的時候 都表現得很精湛